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就是会去击败那些逝去的老人 在我们贵州这边呢 叫做亮灯 我父亲离开我们呢 已经四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这个鞭炮声呢 就是在不断的消息 我和我妈妈呢 都手和脚都是残疾的嘛 我的两只手都是这样的 双手都是伸不直的 这个呢 就是我伸直的状态 我用的是这只手在拍视频嘛 我母亲的手也是和我一样的 我们的脚呢 也是没有力的 今天呢 就是我们去击败我父亲之后嘛 然后到我爷爷那里嘛 去击败我爷爷 然后呢 我都下不去 所以我和妈妈呢 只能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嘛 路不好了 我们处则 双拐都会摔跤 就是大家在镜头下 看着我们 就是坐下去 然后再起来 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我们的脚呢 是瘫痪无力的 就在我们走的时候嘛 我还摔了一跤 像我和妈妈在生活中呢 经常性的会摔到 有时候摔到呢 要痛很久很久才能够好 今天呢 就是那个脚一闪 就这样子摔下去了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嘛 后来就是 我的小孩也这样的情况嘛 医生才告诉我们嘛 做了前方面的检查 就是我们小腿那些呢 是瘫痪无力的 走路提不起劲 然后会经常性的摔 我和我59岁的妈妈 就是我还没有做手术之前呢 我的脚就是和他一样变形的 现在的我呢 就是 虽然说手术把脚乱拼了 但是还是很没有力 因为我们这个脚呢 在现代的瘫痪也是无法控制 无法治疗的 在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上那个摩托车 脚一闪 刚刚想着要上车嘛 然后就一下就摔下去了 真的是摔得非常的狼狈 在生活中呢 经常性的 现在我的那个脚趾头呢 都还是摔痛的 我和59岁的妈妈 拥有着共同的命运 我们的生活很艰辛 但是我们爬着 跪着 也在坚强 勇敢地面对着生活 对 这就像我们都说完蛋了 一辈子 这就像是一个小酸的 是一种小酸的 这就像是一种小酸的